Hello,大家好,我是桂云 今天我们开箱翡翠 这一手的戒指都是今天的新货 四枚满绿色的戒指 有种有色 但是就是稍微小了一点 大家也知道 这样满绿色的总水好的戒指 如果大一点 价位基本上都是在中午以上 我们这个是小五的一个价位 这两个是玻璃种的 一个是袋面 一个是皮胸 还有来了几个挂件 我带的这个是黄匪 冰黄匪 无烧的 纯天然的颜色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一手就是这次的新货 四枚满绿的戒指 这四枚的戒指 价位定着13800和19800的 这一颗是最贵的 颜色特别好 特别的完美 没有棉 没有黑一点 什么也没有 饱满度也是可以的 就是不大 镶嵌我们用的都是比较 钻石比较大 简单的一个镶嵌 也是当下最流行的一个镶嵌 这一枚呢 就是13800 它颜色要稍微浅一点 其实总都挺好的 这两枚呢 同价15800 这个是皮修的一个小戒指 这个戒指其实也不小了 非常饱满 总非常好 玻璃总的 这个价位呢 不够 19800 这个是玻璃总的 玻璃总的这个呢 是25500 这三枚呢 比较大 上面用的玻璃切的钻石也非常大 担边也非常饱满 钢位特别足 我们今天看这四枚挂件 比黄匪的就是我刚才带的这个 非常好 总水非常好 脸开的也很好 也是完美品质的 我们家不做擦片球的货 这三枚呢是挂件 这三枚挂件呢 这是个大福瓜 大福瓜也非常饱满 胶感也不错 这呢是个小福瓜 这个瓜呢气形呢没有这个好 但是这个总呢又比这个手臂好一点 胶感也非常好 这个是佛宫 这个佛宫呢非常饱满 下面就能做个大袋面了 脸开的也是非常好 镶嵌呢也是 这个镶嵌呢 这个这尊佛宫镶嵌是比较保守的一个镶嵌手法 我们没用的特别大的钻 像这两个钻用的都比较大 戒指呢我随便拿一个给大家带一下大小 这个就是一百五千八的 基本上大小都差不多 这个呢比较日常带是可以的 绿色呢就是特别显手背 再带一下玻璃棕给你们看一下 效果 女人眉翡翠呢和男人不一样 主要还是要看你带的好不好看 你不好看东西品质再好也没有用 对不对 这个非常饱满 像灯泡一样 太美了 有喜欢的可以私信我 这枚瓜呢比较秀气 走水非常好 但是价位还不高 一万九千八 刚才那个大冬瓜呢 有胶感好的 价位要低一点点 这条新副的翡翠呢出的是非常好 上次来的那些卦架呢 就剩一枚树叶了 剩下的全出了 翡翠呢我们做的是越做越精 哪怕东西不大 但是非常要有质感 如果说你东西大没有肿没有色 那样的功能我们是加斯坚决不做的 翡翠 所以我一直和大家强调 翡翠的灵魂是总水 你不管这个翡翠是大师小 气型好不好看 只要它总水到位了 稍微有点颜色 那真的是特别漂亮 你气型再好 你没有总水 你就光有颜色 真的是爆开 没有灵魂 就像珍珠一样 珍珠我和大家一直强调 一定要是珠光 所以说我们家每一件货 都是我们亲力亲为选的 那今天的视频呢 我就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喜欢翡翠珍珠 和天狱的珠宝一系列的 可以关注我 大家多点关注 多点赞 拜拜 明天见